11月9日,中国广东佛山市谭州一个国际会展中心内,有数百名参展商对会展的主办方发起了游行抗议,并大喊退钱,现场画面非常壮观。 有参加五金机电展会的参展商反映,主办方在招诸时曾经放话说,展会期间,你邀请参会嘉宾、专业观众及参展客商几万人,总参观人数预计不低于10万人次。 然而没想到,从现场视频来看,整个展会的客流量少得可怜,参展商们聚集在一起期盼了半天,也没盼来几个人,他们觉得受到了欺骗,因此才发起示威。 抗议主办方虚假宣传,并要求退还租金。 古往今来在中国,展会一直是具有客流、信息流、资金流等高度集中的优势,对参展商来说,参加展会不仅能让自家的产品在大众面前得到充分展示,以进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,而且还可以通过和客户交换名片,以进行下一步的合作,换取经济利益。 可以说,企业通过参加展会来拓展新市场是最为有效的方式,尤其是江浙、广东一带中小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快速发展。 然而,中共今年开放疫情管控后,中国的经济只经过短暂的反弹,随后便开始疯狂的加速下滑,其中各个行业的展会重启后人流稀少,各种弄虚作假的操作比比皆是,这种曾经商家用来进行营销的零单妙药,却成了赔本买卖。 仅2023年一年,中国便发生过多次展会冲突。 今年4月22日至24日,山西太原的光伏展会中的人群中,竟然惊献大爷大妈来逛展会。 记者了解过后才知道,原来是主办方为了骗商家参展,以赚摊位租金费,便选择在村里大喇叭广播,号召大妈大爷来参展,凑出这么一波人流量。 这种无厘头的做法,在被参展商们识破之后,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口水战。 再往前几天,4月19日,中国浙江建博会的主办场地绍兴市国际会展中心,有大批参展商户在空旷的展厅走廊上进行抗议,并大喊骗子、退钱等口号。 记者了解到,全国各地有300多个企业在前期与此次展会的主办方签订了合同,摊位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。 开展那天,参展商满怀期待迎客,谁知顾客没看到来几个,参展商和主办方请来的托,却一波又一波地涌来,而且大部分还是学生。 更夸张的是,到了下午的时间,展厅内基本没有人了,参展商比观展的人还多,因此参展商们愤怒地要求退钱,但遭主办方拒绝,结果打起来了。 公开信息显示,主办方从2022年就开始筹备招商和宣传,然而4月初时,主办方却突然宣布,杭州展馆被亚运会媒体中心征用,因此建博会会场从省会改到了绍兴。 对此有网友猜测,突然换场地可能是影响展会客流量的根本原因,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,因为同业举办的,没有临时更换场地的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,也因门庭冷落而爆发了游行抗议。 广交会历来被视为中共对外经济最重要的窗口和风向标,4月15日广交会开幕日那天,中共官媒《人民日报》便赶忙发文,称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展会,并且参展人数超过往年。 开幕首日,也就是15日,全天进场人数便达到了37万,其中外国人6.7万。 然而许多现场参展商户表示,自己展位上收到的名片还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,远低于往年的数量,来自西方的参展者更是见不到几个。 有网友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,偌大的展厅力,来往参展的人少得可怜。 另有一位女士表示,以往参加展会的第一天都是最热闹的,起码可以拿到50张以上的名片,今年的摊位费非常贵不说,拿到名片还屈指可数,远低于往年的数量,很明显,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不成对比。 蹊跷的是,15日当天,有网友却拍到展会大门口,有大队人马大排长龙等待进场的画面,与展厅内部人群稀稀落落的画面形成了极其不合理的对比, 阎然构成了一副外面的人在问蚊子,里面的人无聊到属蚊子。 对此有网友质疑,官方是雇人排队,以营造虚假气氛,更有参展商气不过,便自发组织在展厅内游行,口中高喊着退钱两字。 这也不得不让人感叹道,曾经辉煌一时的广交会,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型退钱现场。 中共打压民企,打压特定行业,打压外企的政策,叠加三年的疫情封控,导致2022年底封控放开之后,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一些无法愈合的创伤。 有专家指出,此次的展会没有人观展,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发文称,中国经济受疫情创伤的疤痕效应影响明显,比如疫情过风后的一段时间内,对于未来收入的不稳定性,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担忧,以及对资产负债表的损害,让居民的消费意愿直到目前仍处于较弱的水平。 除了影响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,这种疤痕效应也让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全球化的国际公司受到了重创。 为了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,外企纷纷撤离在中国的工厂,并寻求在中国之外建立新的供应体系,导致包括外资工厂员工失业,与工厂信息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倒闭。 与此同时,各种类型的外企公司也在加速逃离中国,这一点从今年广交会的外国观展者的数量就能看出来。 另一方面,很多中小企业倒闭,至今仍未恢复元气。 位于商场内的线下,零售店铺空置率居高不下,国内各大型科技公司纷纷裁员,房地产企业爆雷同时裁员,年轻人失业率高起,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,公务员或教师被拖欠公司,出口疲软,减少订单,多地工厂放长假。 这些都为专家疤痕效应理论做了注解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企业的投资意愿怎么可能高呢? 不过是不是当今所有的展会都人烟稀少?其实也不是,前段时间一条展会白嫖,只逛不买,狂蒿羊毛的贴子,引发了很多深圳年轻人的共鸣。 光是一些礼品展,就让大家薅得是盆满钵满。 礼品展算是深圳数一数二的大型的展会,参战者不仅能在里面吃吃喝喝,还能领取玩具、包包、杯子等生活日常用品,相当进了一个百货超市,而且全场免费。 咖啡展同样吸引了一批咖啡脑袋,观众可以在展馆里品尝各种牌子的咖啡,顺便拿一些回家,运气好的,甚至还能带走一部咖啡机。 车展就更不用说了,不仅可以有免费的车载摆件、小风扇、水杯之类的礼品领取,还能看到车和车模集体亮相。 网友们对此反馈道,只要有时间有精力,能免费收获到很多想要的东西,有的时候还能在展会上抽奖,会有意外收获。 看得出大家都没钱的现象正在中国普遍发生,人们不再攀比水买的东西高档豪华,而是比较水淘到的货品、物美价廉,勒紧钱袋子、少消费以及简单实用,成了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。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,中国购物节双十一的神话不在。 据陆媒报道,双十一的热度是一年不如一年,有数据统计,今年该话题的搜寻量达到了冰点,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0%,离曾经巅峰期的关注度更是差距甚远。 在话题讨论度的方面,2019年时,双十一的相关话题在微博热搜榜上的平均载榜时间长,一度达到了464分钟,将近8小时,而今年锐减到一半,平均时长不足3小时。 并且,最火热的话题竟是双十一是不是卖不动了,其中有63%的网友甚至认为双十一已无存在的必要,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 另有媒体发起的双十一消费医院调查结果显示,即使是那些有明确消费目标的消费者,也明确表示,自己今年最关注的是商品的价格是否近期最低或者全网最低,尤其是25岁以下受访者,或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,其比例达到了八成。 看得出,除了消费降级之外,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,也让他们对消费本身这件事情看得更加理性了。 另一方面,近日年轻人逛商场只去B1B2,也就是地下商业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,引起热议,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,那就是位于楼上的高档餐厅和名盘服装店,已经无法吸引年轻人了。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侧面,证实了当前的消费降级,与此同时,就在一个月前,说一件事证明你消费降级的话题,突然登上了微博社交媒体的热搜。 在社交网站豆瓣上,今天消费降级了吗?的群组成员人数甚至超过了36万人,这种消费降级与各行业激烈内卷,更使中国经济持续的低迷不振,以及失业率的居高不下。 经济学者司令表示,当前的消费降级与经济环境差有关,也与消费者心态改变有关。 司令进一步解释说,中国人已经对政府这种政策招令西改,动辄就对老百姓的钱袋子萝卜加大棒的折腾感到身心俱疲。 你让消费者难受,他愿意消费吗?就不敢消费,更多人还是希望把钱留住,等有一些重大变故的时候用作急用,而不是抄钱消费。 双十一就是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晴雨表,黯淡堪忧,以后将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。 他还直言,中国消费者神话般的购买力基本上就烟消云散了。 另据数据显示,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里,也并未出现中共预想的报复性出游消费盛况。 八天假期,国内出游总人数比2019年增长5.6%。 然而,日平均旅游收入仅增长1.5%。 考虑几年来物价上涨因素,实际旅游消费数值应该是下降的。 旅游客流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量价齐升。 去往三四线城市的反向旅游,探索农贸市场等地点的城市漫游模式表示, 大家在满足出游体验的同时,也在追求更低的消费。 据中共官方公开发布的数据,今年年初,在清零防疫结束后, 全国商品零售额在今年1月到5月曾有短暂回升,但随后又大幅放缓, 至今仍未返回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。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也显示,在6月端午节出游旺季, 中国国内游客人均消费虽然比去年同期,也就是清零时期,增长了8%, 但是与2019年的同期,也就是疫情前,降低了14%。 考虑到中共官方一向会对不利的数据进行美化, 外界普遍认为民众实际的消费能力远比这些数据疲软, 这无意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经济低迷。 不过,令民众没想到的是,面对这样的困境, 中共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竟然是涨价。 据官媒央行微信公众号,9月25日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3年第三季度例会强调,要加大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, 提到要促进物价低位回升,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。 这一提法受到民众质疑,本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民众收入减少的问题, 提高就业率和收入,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对未来的信心, 但政府却要采取一切措施促进物价上涨, 这究竟是要刺激消费,还是要压制消费呢? 一面在有意提升物价,一面又在有意收割韭菜, 受苦的却永远是老百姓,经济的崩塌很可能是一个不太遥远的现实, 到时候展会没人的话题可能不会再出现在大众视线, 取而代之的是连展会都会没落不在。 感谢观看